大概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 我们的上课因为没有广播系统 所以我用Google Meet好了 所以你们这边有个Google Meet 那不然你们自己加进来好了 那等一下的话呢 它好像可以自己加的样子 我有设定那个自动加入了 所以刚刚有同学已经加入了 那我等一下会把我的画面做分享 分享 OK 这边有分享 分享 OK OK 这好 你看你们自己就可以加进来了 然后我会在这边把我的画面做 共用 一举 OK 好 我已经把我的画面分享出来了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 我再来说一下 就是有关我云端部分 有哪些资源 第一个就是范例档 所以待会请各位 因为我们上课会用到范例档都在这边 所以请各位把那个范例档点VIP 就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之后的话 因为是一个VIP 是一个VIP档 OK 所以你们就把那个VIP档把它下载下来 OK 按右键下载 解压缩应该会吧 就把它解压缩出来之后 那就是我们要上课用到的 那里面的话就是会有分成 我记得好像我把它分成有几类的题目吧 这个里面的话 当然你们等一下可以先看一下第一类 我们原则上是 你可以先解压 我把它解在桌面上 解压缩之后 这边有范例档 那比如说这边总共有五个资料 六个资料讲 一到六 理论上我大概把它分成六类的函数 那其中的话 第一类就是文字与资料类 那一个问题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所以呢 等一下也许你可以试着开启 第一个资料夹的第一个档案 打开来之后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问题 综合练习题 里面的话 第一道题就是 我假设希望呢 解决这个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手机这个栏位 在这个栏位里面的话呢 我如果希望得到的结果就长这样 你这样说这个地方手机 那我的相关资料在哪里 相关资料其实是在 这个F到H这三个栏位 所以它的规则是这样 开头一是09 然后后面的话电信业者就11 所以其实0911 然后加1杠 然后呢 再来就是区码跟末码 那区码的话呢 末码必须有一个规则 就是一定要是三码 所以如果不足三码的话 那你要自己把它补上0 OK 那所以哦 这个地方我需要得到是0911 然后一个减号 然后084 一个减号 007 可是问题以前的做法是怎么做 但不是叫你土法链钢 不是说叫你慢慢自己用填的 如果填的话 像这种手机的会员资料 都是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笔 那如果说你用自己慢慢打的话 哇 你打到下班都还打不完 所以你必须要想一个方法 得到一个Excel里面的公式 里面会需要用到函数 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样 怎么样做 所以各位想一下 这个就第一个问题 如何产生一个标准的手机号码 OK 那其实看起来还蛮 其实如果你会函数的话 很快问题就解决了 那当然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你们其实可以用很多种方式 可以把它完成 那如果不会的话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你用Charlie B问他 你可以 当然我 我觉得Charlie B是好东西 但前提是 你要知道怎么问 我发现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不会问 OK 所以呢 我后面会教各位一些 比较标准化的问的流程 很简单 反正你每次都这样问 他答案都会正确 因为他有些地方 必须要对的那个关键字 你不能随便给他一个 他看不懂的一个叙述 比如说一个格子 你不能说一个格子 因为你看起来是一个格子 但是在Excel里面 有固定的名称 一个格子 就是一个储存格 然后呢 一个表 还有呢 这个底下的单位 你要知道 比如说 像状像的话 就叫蓝 橙像的话 叫列 一个标签 一个页面标签 叫工作表 那一整个 一整个Excel档案 就叫工作部 OK 所以你这个基本观念 要有 你就比较知道 该如何问 后面的话 我会教过一些 简单的方法 那如果假设你不会的话 其实你可以从文字相关的函数开始 比如说第一个 REPT函数好了 因为你要重复几个零 对不对 其实重复 一定有一个REPT函数 REPT函数其实 应该算是 repeat的缩写吧 repeat的重复 重复几个 比如说几个星 像这个有个题目 假设你销售量超过100笔的话 给一颗星 那你要怎么用REPT 帮你完成 一颗星 当然你不是叫你用员工的方式 员工的方式 你给几颗星 你不会说老师我知道 我就把这个Ctrl C 对不对 如果100笔 它超过100 就给一颗星 如果200笔的话 就两颗星 切两次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一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员工人数是几千几万的话 那你可能做到下班就做不完 OK 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利用REPT产生一个公式 然后解决这个问题 那其他还有像LAPT 这个待会我们后面可以逐一来说明 所以这个是一个目标 我希望完成综合练习这个题目 OK 所以待会的话呢 请各位第一件事 就是先去下载那个范例档 不要假说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将来所有的相关的讲义的部分的话 我会放在云端白板 也就是说呢 你每一个范例都会有一个解答 解答的话就是在对应的一个资料夹 里面就会有一个解答 比如说这边就会打开第一个资料夹 里面的第一个程式码 函数跟程式码 那里面的话就会教你怎么做了 这边其实就有那个 对应的答案了 OK 这有点像是一个 这个解答 解答或者是讲义 然后呢 你们就可以参考这上面 去稍微看一下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范例档先下载 然后至少知道我的 相关的解答放哪边 OK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那个云端上面还有一个部分 就是教学论坛 那因为呢 我知道很多同学 可能程度也许没那么好 不过不用担心 我前面每一个学期都上课都有录影下来 所以如果假设 你希望呢 可以取得前几个学期的上课录影的话 我是把它放在 这个连结 叫台师大的试算表 进阶应用与程式设计 这个应该 名称是2021啦 不过里面我后来还有在增加 2022啊 2023 的那个上课录影 不过呢 理论上 你们应该没办法加 因为你现在打开应该是 会需要斗权的样子 要求 那你可以要求加入群组 不过特别注意哦 加入的时候请你哦 填上你的那个学号跟姓名 然后让我知道一下你是上这门课的 这个这个同学 OK哦 那因为我没有对外公开这个 这个论坛 所以如果你要加进来的话 你要让我知道你是上这门课的同学 OK哦 那我就会帮你加进来了 那如果你加进来之后会看到什么呢 你开来之后的话 里面呢 就会看到历年 之前上课 像上个学期的 我有把它贴上来了 OK 如果假设你有加进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 上个学期 1到13次上课的 所有的连结 那这个连结是一个YouTube的播放清单 上面的话是上课内容 下面的话是播放清单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从上个学期的第一次上课 这边都有了 我可以把它完整录影下来 所以第一次上课 这个是第二次上课 上课内容在这边 有没有 然后点击看一样 可以把它打开来 然后你就可以一个一个逐一看 或者是说你可以跳着看也没关系 或者你要快转也可以 因为我发现现在YouTube 你都可以快转 因为有时候现在播拍慢了 像我发现手机上直接按一下 它就快转两倍了 真的蛮好用的 或者你可以拉快转一下 因为现在人真的蛮幸福的 如果学习上 以前可能他叫你从头看 看很久还没看完 重点都还不知道在哪里 OK 现在直接挑到你要的 我是觉得学习 当然还是要有效率 OK 你不要说 不过啦 如果你不是那种很聪明的学生的话 我还是建议你按部就班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么有天分 我觉得学这种东西 还是需要一点天分 因为我为什么后来 特别 我很特别喜欢教程式 因为我发现 因为我有这方面的天赋 就是我看程式 我可以看得很轻松 而且很快可以把它记下来 但是我后来发现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 应该不是吧 OK 所以我发现 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很轻松 可是对别人就很困难 那我针对我自己觉得轻松的事情 那我多花一点力气 好像不用花特别多的力气 就可以有不错的收获 好像这是 不是好像有点头机 但我觉得这样好像蛮好的 OK 而且我教的又蛮开心的 虽然大家不见得一定很开心 因为很多人学程式 真的就会心情就会很 好像容易压力就整个来了 看各位的表情就觉得 好像就是会随时都会 会有那种很严肃的表情 不过我是希望 这文课其实应该很轻松的 OK 所以有时候学习 还是尽量放松心情 至少我是觉得 第一个你不要讨厌这个课程 OK 第二个不要讨厌这个老师 OK 不一定要喜欢这个老师 但是不要讨厌这个老师就好了 我是觉得 我会希望说 你会愿意接信就可以了 然后回去的话呢 把它养成一种习惯 以后会变成这些东西都是必然的 就是你要学 因为我觉得 人真的还是要随时要保持学习 要更新一些 能够跟得上时代的一些知识 像AI我觉得已经真的是 如果你在往五年十年之后看 那个影响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OK 就有点像我现在想到就是像类似像 二十几年前往期网络刚新起 因为刚开始网络 没有网络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不方便 很多时候我们在学习 像以前只能住主书跟书店 但是如果有网络的时候 太好了 后来有Google那更好 现在有AI的话 那好上加好 所以以前学习的方式跟现在是完全不能类比 OK 所以 那下来的话学习比较轻松的方法 当然你可以透过影音的方式 Video 所以我有把它放在YouTube上方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去做预习的话 你可以自行加入 OK 那我这边有放2021的 那2020更早之前也都有了 OK 那 后来的话还有哪一些 OK 所以第一个 就是大概把云端的部分 窗口的部分先跟各位做个介绍 所以从 这个学期之后 开始之后 后面一直到我们学期末 都会 需要用到这个连结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这个连结记下来 OK 应该记得这个连结 那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的程度 不过每次上这个课 我就眉毛一皱 为什么 大家程度感觉好像比我想象中还要稍微 所以后来为什么我会把我之前的录影 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希望你赶快跟上吧 OK 如果你是选入门的同学 那是最多 反正85.5 那表示说 你们可能对于未来 进入即将进入职场 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的准备 OK 所以 当然相对机会会是比较 或者你将来会比较坎坷一点 OK 所以你预先准备好 那当然马上企业 双手张开 欢迎你 还有马上问你说 你需要多少的薪资 直接问你 你直接开 他都愿意接受 为什么 因为你要 你会的东西刚好都是他们要的 太好了 对OK 但如果不是的话 说真的 人家愿意 为什么会愿意花大钱 请你去 对不对 OK 因为企业其实真的不是慈善事业 它是盈利事业 所谓的盈利事业 就是他赚钱 他才会分给你 OK 不然的话 你就自己创业吧 如果你没有创业 可是问题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怎么创 对 你会发现 你要创业 哇 你要会的东西 现在太多了 OK 真的十八班五亿都要会 OK 因为我有创业经验 我知道 太辛苦了 OK 当然如果叫我在创业 我当然不要了 太累了 几乎一天 大概睡不到几个小时 每天都会想工作工作工作 不过也还好过过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高阶的就是 大概一个 初学 完全不会的两个 完全不会的 完全不会的 就再加油 OK 好 那其他的话还有进阶的 那当然你希望 以学习哪部分为主 我看一下最多人选择 没使用经验 但是知道这个软体 我应该都知道eSale 如果我问你说 哪一个软体 在应该算是使用上最频繁 使用的最普遍的话 我想eSale 应该可以排到 前一两个吧 OK 也就是几乎 没有一个公司 不用eSale 那早期的话 还会用一些资料库 可是后来好像慢慢 就是 把eSale拿来当资料库的 所以它又更重要了 然后呢 有没有使用经验 有的话 占三分之一多一点 然后呢 有数据分析表的 有一成多一点 好啦 所以哦 可能你大部分同学 都是一张白纸 那有没有用QRGBT的经验 我看一下 最多的 没有使用过 但是知道 我是建议各位 如果你没有使用过 你没有真的使用过QRGBT 真的一定要会用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尤其是你要特别知道 用在什么地方上 那我们这个课程 主要是用在 帮你产生公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 帮你写程式 所以后面的话呢 我们会用到QRGBT的机会 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 也非常简单 关键字请你打QRGBT 那你说 那我要怎么进 很简单嘛 你就是直接 我是建议啦 你也不用申请账号 你只要用你的Google账号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边不是有 然后你要怎么 怎么登录呢 这边不是有个 show start now 对不对 然后你就直接 登录的时候 我是强烈建议 你干脆用Google账号就可以了 你先登录Google账号 然后直接用Google账号 就可以进来了 那底下的话 你可以马上问他问题 马上可以帮你产生 你要的结果 比如说像刚刚那个问题 有没有 我们刚刚不是有开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 有没有 这三个 我希望把它变成这一串东西 一个公式 OK 当然 你会觉得这太难 对不对 你可以先退个求几次 一个 OK 那你怎么问他呢 请帮我产生一个 isail的公式 那我这个公式需要什么呢 就是针对B3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数字 也许你可以直接把158给他 如果是超过100的话 给一颗心 你就把这个叙述给他之后 那请问 他会帮你产生一个公式 然后你就把那个公式贴过来 把个勾 你的问题不解决了 OK 所以未来HRGP真的可以帮你写 很多公式 这个也许待会我们可以练习看看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OK的 以往的话 我们还会先知道怎么样 插入函数从这边 因为函数目前总共有400多个 就是你要从头去了解每一个函数 真的花非常多时间 而且还不见得学得会 怎么办 我是介意的 如果你以前还没有学过没关系 你干脆直接靠CHRGP就够了 那你说老师那以后会CHRGP就倒掉了 可能吗 这可能性应该非常非常低 这个应该比行星撞地球的几率还更低吧 应该比大乐透还要更低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感觉像Google一样 Google在1998年 一直到现在它还存在 它又会倒 它没倒 而且以前像我们现在要找资料就直接说 你去Google一下 Google好像已经变成搜寻引擎的代名词了 可是这个在20年前不是这样 以前20年前的话 20年前是Yahoo Yahoo之前还有什么班淑腾之类的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请各位可以试一下 第一个如果后面你要CHRGP的部分 请各位务必先 如果你没用过的话 可以先试试看 那错了没有关系 它刚开始也许没有像你想象的这么友善 不过慢慢你会发现 原来它这么听话 越来越听得懂人话了 OK 越来越好用了 越来越依赖它了 所以现在很多工程师 干脆直接就用它来写程式算了 真的 很多现在软体工程师都这样 那另外Excel的函数到底有几个 我刚刚有讲的答案 大概400多个 不过它会因为新的版本推出 会有新的更新 新的版本可能500多个 在新的版本600 因为它这个所谓的函数 就是解决问题的内建功能 那这个功能的话 会随着说你的需求增加 它会增加 OK 不会固定的 然后底下的话 比较有兴趣的部分是哪一些 好像大家同学 对应该我们课程范围是内的 还有好像最多人有兴趣的是 CHARGB生成的部分 这个也是我们上课的重点 那你觉得 对这个有没有什么看法 当然啦 我是觉得这一定是必然性的 只是说 对有些同学来说 当然刚开始还是不太很接受 也想说老师我又不是资讯相关科系 我干嘛学这些 我跟各位讲 现在已经不是你是哪个科系的问题了 这个已经变成大家都应该 就像网系网路一样 网路现在谁不会用 现在不会用网路的话 你可能连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了 有没有 你任何地方 你假设要出去好了 你光要订个票 有没有 或者是你要买个东西好了 当然你也实体商店 可是价钱就不一样 应该大家都有在网路上 买过东西的经验吧 能够便宜你为什么要买贵的 对 还有吃东西之前 可能比如餐厅 你跟他看一下评价吧 对 好像什么东西都脱离不了网系网路 那可能在五年十年之后 慢慢的你也脱离不了AI了 那他会怎么演变 可能目前 其实说真的 也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可想而知的 他会充斥在很多地方 就像说网路刚才兴起的时候 我记得我那时候也刚刚教这个 这个网路 他学生一直问说 老师这个网路以后要不要学 我大概心里想说 可是 他会问说 老师可是网路以后要用在什么地方 我也被问傻了 我想说 我又不是神 但是我们反推 有没有 回去 你现在想说 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所有东西都用网路了 所以你如果假设 在 我们到二十年的那个年 反推回来看的话 你还要问这个问题吗 AI 我觉得有类似的发展轨迹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有那种 很熟悉的那种经历 感觉好像历史又循环一次 感觉又回来了 一样的东西 感觉好像有那种熟悉感 而且股票 也类似 因为那个时候网路泡沫 就大概这种状况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股票一直飘飘飘 刚刚突然 泡沫了 跟最近那个 AI的泡沫 有那种 类似的 但是不完全一样 一定有不同的地方 可是有类似的地方 OK 这个我想你们可以再思考看看 那这个代表什么 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 就是新的机会 对大家来说 我觉得你如果可以掌握的话 应该 未来应该就一片希望了 太多机会了 OK 好吧 我们先 那请各位先帮我完成 就是云端的部分 那如果假设你比较担心说 你有学习上面的问题 可能要不然就试着加一下 那个教学论坛吧 那另外的话 TrustGP不会的话 你也可以先试试看 比如说刚刚那一道问题 你打开看一下 这个问题怎么叙述 动态拘腻 你可以随便打一个 试试看 真的它会帮你产生 比如说请帮我 写一个Excel的公式 就是我的B2出生格 或者B2就可以了 B2它看B2里面 假设是158 那或我就要 重复一颗心的话 那我的公式要怎么写 OK 或者甚至后面都不用讲了 你帮我产生功 它就自动帮我写出来了 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你们可以试试看 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 呢 好